那其實像剛才Misa她的創作 講到了路途 她的旅程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我發現到從妳的專輯 從妳剛才的這些歌曲 好像時間很重要的一個點 在當中完成了妳這張專輯是不是 還可以欣賞所有的 還有網路前面的朋友 我們來介紹一張最新的奏品喔 這張專輯叫時間的痕 就是時間的痕跡的意思 然後是我過去這幾年寫的 就是這幾年慢慢寫出來的歌 然後收集起來 然後所以裡面有我 在紐西蘭住或在台灣 或去德國住了一段時間 那種有點像旅途旅行的感覺 然後還有包括我自己身上發生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身邊的親人朋友發生的事情 這樣一個很多的感想寫出來的專輯 所以剛才第一首歌曲就說了 我想什麼呢 其實是希望可以跟身邊的親朋好友 都可以長長久久 然後緊緊的聯繫在一起喔 所以剛才講了時間的痕是妳的專輯 客家話的話 要怎麼樣說這張專輯的意思呢 所以大家可以來學習起來之後呢 也可以去搜尋關鍵字 妳也有自己的臉書 還有FB可以跟大家互動一下下對不對 是可以找到妳的名字 然後呢或找時間的痕這些關鍵字 都可以聽到今天屬於妳的彈唱 還有不同的版本的一些客家的歌曲創作在當中 接下來這張首歌 歌名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好不好 下一首要唱的是我的第一首客家歌叫做《月光光》 然後它就是在講我的童年的一些回憶 快樂的回憶 好 那我們如果台下都覺得有快樂的感覺 妳的童年的回憶也出現的話呢 跟著妳可以一起搖擺 當然呢 如果覺得妳唱得 看到他們的心中 然後呢可以一起用掌聲啊 或是節奏的感覺 配合著妳的一個鋼琴的伴奏的話 一起來想想看妳的童年的回憶是什麼樣子呢 我們再次的把舞台交給欣怡 歡迎妳 謝謝